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在目前至少有12个省市区 被列为是疫情中高风险区 也就是跨省旅游会暂停 学校也会暂缓开学 各地全面提升防控等级 而有确诊个案的地区 也会全面封锁 那么现在就有一段外流的视频显示了 在河南郑州有一栋住宅大楼的居民们 大声地向窗外来呼喊救命 主要是因为整栋大楼都被封锁了 让他们都已经快要被断粮 河南郑州这栋大楼有居民狂喊救命 呼救声此起彼落 大楼因为疫情整栋封锁 外卖快递禁止进入 传出许多居民已经快要断粮 郑州第六人民医院爆发群聚 有多人感染 确定是感染Delta变种病毒 南京则用最高标准 加强追踪管理确诊康复患者 高风险地区返回北京的民众 一律实施14加7 也就是14天集中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 现有的疫情防控措施 对Delta变异株仍然有效 现有的疫苗仍然能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官员表示 只要各地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疫情在两到三个潜伏期内就能获得控制 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